Hello,我是韩国娱乐新闻小编Nana 今天要来看浦海镇回归星座咯 粉丝等待三年,终于盘到浦海镇回归小萤幕咯 浦海镇与赵宝儿主演的新剧《Forest》 《森林》确定1月29日首播 浦海镇这次将换上消防制服,变身救援英雄 在森林与赵宝儿甜蜜恋爱 已经三年没有作品播出的浦海镇 与赵宝儿去年开拍的新电视剧 终于确定1月29日在KBS首播 此外,卡士正容还有柳橙秀、正言周等 此剧讲述,个人资产超过5兆韩元 为人生目标的119特殊救助队、航空救助队员 与在国内顶级大学医院、外科住院医生 走进心灵创伤的人所聚集的森林 领悟真正幸福价值的故事 浦海镇在剧中饰演着个人资产超过5兆韩元 为目标的投资本部长江山赫 为了森林开发事业 他不惜伪装成119航空救助队员 亲自搭乘直升机前去救援受困民众 赵宝儿则是饰演国内最知名名城大学医院 外科住院医生 却因一起事件被放逐到梅林地森林里的医院 江在这座森林遇上充满野心完美主义者江山赫 会与忘却童年的他展开什么样的罗曼史呢 浦海镇在乃洛陷阱主演高声莫测的学长总红 但电视剧拍摄似乎一直很不顺 这部剧明明刚开播的时候收视率超高 但到最后浦海镇的兴奋全部被删光 神来一笔的开放式结局也让人傻眼 最让人生气的是 剧方不止只有减少男主角兴奋 而是把浦海镇已经拍好的地方统统删掉 难怪让剧迷生气 后来剧方退出原生带 封面有浦海镇的照片 但内页全部都没有他 网友纷纷猜想 这根本是诈欺了吧 剧主到底有多讨厌浦海镇 就连原作者也说 是说电视剧的过程中 剧主没有联系过他 自从第六集以后 剧方就以保密为由 不再给作者看剧本 直到第14集才开始询问作者 结局设定的问题 但后来剧方制作出来的成果 而作者一开始要求的又差很多 紧接着浦海镇中国拍摄的电视剧 爆米花 男人帮 朋友 都阴线寒令 至今仍在待播中 而原先参与的四子 甚至风波多道 都快被网友怀疑 这部是不是被下降头了 四子原本由浦海镇搭配娜娜 开拍前陆续经历 SBS决定不播出 原定导演辞职 女配换人 拍摄时辰延期后 片方找来 来自信心的你的导演 没想到后来 闹出片方不给钱给导演 导演住院搞失踪 双方开始发声明吵架 制作方觉得导演一直超预算 导演认为 无法开拍是因为制作方不发薪水 后来Nana辞演 女主角人选从李先兵 换到李施养 人选定案后 换浦海镇合约到其辞演 浦海镇对这部也是人至一尽了 原本合约期限到当年三月中 后来双方把合约延期三次 浦海镇大概是真的忍无可忍 才会退出吧 后来浦海镇也在2017年 Man to Man 撥避之后 三年来竟一直没有聚集顺利播出 近几年不得已消失在小萤幕的浦海镇 这次Forest也是拍摄完 等了一段时间 先从原名Secret更换 终于顺利定档 看到海镇欧巴换上消防队服回归 小编真的很感动 本剧也顺利就在本月要首播了 这消息简直是粉丝的福音 大家千万要首帝呢 这种 Warden三年来竟晚安 5月3日以后 出品到嘴低众 3日才2日以后 出品被扣了 3日之后 5月3日以后 雨门 大湾巴换上消防队 自己来误作的 被扣上下 18号 6日之后 6月2日以后 1日之后 5日之后 1日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